现如今,微博已经成为人们交流和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之一,明星微博也被广泛关注,今日在家待产的微博女王姚晨的关注量在创新高,原因是日前劳动报社登载了一篇名为《微博明码标价产业链浮出水面》的报道。 文中提到,东方卫视宣传总监伟亮告诉记者,明星微博明码标价的事情像冯小刚、姚晨这样千万级粉丝的大咖,单独发一条软文价格为两万元,转发一条几千元。 此外,文中还提及了多名艺人发微博的报价,而东方卫视宣传总监伟亮通过微博发表声明否认曾发出明码标价的言论。 随后,姚晨转发此微博称被访者已经否认,请劳动报社的两名记者给个说法。 昨天下午17时23分,姚晨工作室官方微博贴出了姚晨状告劳动报社的民事起送状。 其冲状中表示,姚晨曾通过经纪公司和代理律师向劳动报社发函要求停止秦海赔礼道歉,但是劳动报社一直拒绝删除报道网络版及赔礼道歉。 姚晨请求法院判令劳动报社立即停止侵权,删除侵权报道的网络版及相关链接,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在其报纸醒目位置。 官方微博置顶位置连续30日刊登致歉声明,为原告消除不良影响,并且案件的受理费用全权由被告承担。